我迷上了这个烘焙 然后呢 又正好到了这个减脂的时候 我在网上看到了一个 特别简单的一个懒的面包 这个来自于澳大利亚的一款面包 我觉得基本上大家有眼睛看就会 所以我就把食材都准备好了 首先我们要准备这个高筋面粉和全麦面粉 家里有南瓜 或者大家有家里有红薯 准备红薯也可以 其实我就放菠蘿也是一个不错的一个方式 再放一些膳食纤维比较粗的这种青菜 菠菜是最简单的 还有就准备什么呢 就是马苏米拉芝士 然后还有奶酪黄油 还要加这个培根 培根它是比较咸口的 再准备一些泡打粉和盐 还有黑胡椒 还有牛奶就可以了 好我们现在开始来做啊 先把这面粉就往里放进去 再把泡打粉 25克的泡打粉放进去 然后呢再放大概3克的盐 我这个勺子差不多就是一个3克 我们把它拌一拌 拌匀了 接下来放红油和奶酪 这个时候需要用水去抓 把它装碎了 上去 抓一个 把它装碎 洗澡的顺手 你再装碎 这些泡打粉好多呀 泡打粉吃的胖吗 你确定吗 泡打粉不是发的吗 放包子里面就是泡打粉 然后再来 放牛奶 把它拌的就是没有做絮种就行 不用揉得太那个 要不然就比较懒的面包了 揉得太光滑就不行了 放锅菜 真好的难关啊 其实就把你想吃的这些菜都放进去 然后再来我们的这个培根 把买到 先都往里放 用手抓 不用抓的特别的那种 多细 就是这种成活的随意越随心越好 放点这条胡椒 海盐 或者放点 喜欢那个孜然的 放点孜然一杯 我是不太爱吃孜然 所以我就一加 这胡椒 水就放了 然后全部 扣下来 码成一个 披萨形状 好 然后我们让它静置15分钟 现在呢 已经静置15分钟了 进烤箱之前 先淀粉过一下筛啊 像表面有一层 这样一会出来比较好看 好 然后现在呢 开始了进行一个分割 这个分割啊 就不用把它完全切到底 就大概切个 切到一半 就是那种 次段非段的那种就好了 像切蛋糕一样 好 然后现在我们把它放到烤箱里面 220度 然后20分钟 20分钟后 好 来 哇塞 这也太成功了吧 哇 好香啊 烤的上面有点焦焦的 来 闻闻 是不是很香 有没有闻到香味 哇 快了快了 我忍不住了 我要来尝一口 你也尝一口 你看这个软软的 上面硬硬的 然后底下软软的 还会拉丝里 没有那个马苏里拉芝士 嗯 嗯 哎呦 我的 妈呀好好吃啊 甜好了 加盘就试一下 特别多的 刚才打 我现在吃香料 不说我要吃 谢谢大家 谢谢大家